第一章 乡下人进城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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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柄木剑挥舞交斗 相互撞击 发出拖拖之声 有时相隔两久而无声息 有时撞击之声 溺如连珠 连绵不绝 那是在湘西园林南郊的马西普乡下 三间小小瓦屋之前 晒谷场上 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正在比试 屋前矮凳上坐着老头 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汗烟袋 双手正在打草鞋 偶尔抬起头来 向这对青年男女瞧上一眼 嘴角边微微含笑 意识佳许 淡淡阳光穿过她口中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 照在她一头花白头发满脸皱纹之上 但她向吞吞伸缩的两柄木剑披上一眼之时 眼中神光迥然 淋淋有微 她年纪其实也还不老 似乎五十岁也还不到 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级 圆圆的脸蛋 一双大眼黑溜溜的 这只累得额头见汗 左夹上一条汗水流了下来 直流到井中 她身左手衣袖擦了擦 脸上红的 像屋檐上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 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 长身有黑 颧骨微高 粗手大脚 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 年轻庄稼汉子 手中一笔木剑 倒使得颇为灵动 突然间 那青年手中木剑 自左上方斜坯向下 跟着向后挺剑刺出 更不回头 那少女低头毕过 木剑连刺 来势晋级 那青年退了两步 木剑大开大合 一声吆喝 横削三剑 那少女抵挡不住 突然收剑站住 竟不招架 娇蝉道 算你厉害 成不成 把我砍死了吧 那青年没料到 他竟会突然收剑不架 这第三剑 眼见必要削上他腰间 一惊之剑 急忙收招 只是去尸台墙扑的一声 剑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 哎呦一声叫了出来 那少女拍手叫好 笑道 休也不休 你手中拿的若是针剑 这只手还在吗 那青年一张脸 黑里泛红 说道 我怕笑到你身上 这才不小心碰到了自己 若是真的拼动 人家啃上你吗 师父 你倒平平静个礼看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 面向老者 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 站起身来 说道 离两个先前五十几招 拆得还可以 后面这几招 可简直不成话了 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 挥剑做鞋皮之时 说道 这一招 剑翁喊上来 跟着一招 势横不敢过 那就应当横销 不可执次 阿发 你这两招是 胡亭喷惊风 连山若不逃 胡亭喷惊风声大作 剑师该像一匹布那样逃了开去 阿云这两招 老倪招大姐 马命风小小倒使得不错 不过 招法既然叫做风小小 你出力的使剑那就不对了 咱们这套剑法 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躺尸剑法 每一招出去 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 自己人比划未招 虽不能这么当真 但躺尸二字 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 那少女道 爹 咱们的剑法很好 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 不大好听 躺尸剑法 听着就叫人害怕 那老者道 听着叫人害怕 那才威风的 敌人还没动手 先就心惊胆战 便已输了三分 他手持木剑 将试材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 他剑招凝重 轻重进退 每招剧狠辣一场 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 同时拍起手来 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 说道 你两个再练一遍 阿芳别闹着玩 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 你小命还在吗 那少女伸了伸舌头 突然挺肩刺出迅捷之急 那青年不及防备 忙回捡招架 但给那少女占了机线 连连抢功 那青年一时竟没法搬回 眼见败局已定 忽然东北脚上马蹄声响 一程马快奔而来 那青年回头道 是谁来了 那少女喝道 打败了 别赖皮 谁来了跟你有事相干 刷刷刷 又连攻三界 那青年奋力抵挡 喝道 我还当真怕了你不成 那少女笑道 你输不怕 心里可怕了 左刺一剑 右刺一剑 两招去世 甚为领动 马上乘客乐入了马 打声叫道 天花落不尽 处众鸟贤飞 妙啊 那少女一地声 向后跳开 打量乘客 只见他冤枉 二十三四岁年级 服饰考究 是城里有钱人家子弟的打扮 不禁脸上一红 心声道 爹 他 他 他怎么知道 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 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 也敢诧异 正在相寻 那乘客已滚安落马 上前抱拳说道 请问老丈 马西部有一位剑术名家 铁索横江七长发七老爷子 请问住在哪里 那老者道 我便是七长发 什么剑术名家 那可万万不敢当了 大爷寻我作甚 那青年壮士 拜倒在地 说道 晚辈补员 跟七十处磕头 晚辈奉家师生命 特来叩见 七长发道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伸手扶起 双臂微月内劲 不愿只敢半身酸麻 脸上一红 退后一步 说道 七十处考教晚辈 晚辈可出丑了 七长发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内功还差着点 你是万师哥的 第几弟子啊 不愿脸上 又微微一红 刀 晚辈是师父 第五个不成才的弟子 师父的老人家 日常称道七十叔 内功深厚 晚辈今日受教了 多谢师叔 七长发 哈哈大笑 道 万师哥好 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了 不愿道 托你老人家福 师父安好 这两位师哥师姐 是您老人家的高徒吧 剑法真高 七长发招招手 道 阿云 阿芳 过来见过补师哥 又向补员道 这是我的光杆徒弟迪云 这是我的光杆女儿阿芳 哈哈哈哈 乡下姑娘 啊 便这么不大方 都是自己一家人 怕什么丑了 七方躲在迪云背后 也不见理 只点头笑了笑 迪云道 不师兄 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 是吗 不然怎么一剑 辨认出了师妹的剑招 七长发呸地声 在地下吐了口谈 说道 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 学的自然是一路剑法了 那还用问 不愿打开马鞍旁的布藏 取出一个包袱 双手奉上 说道 七师叔 师父说一点薄礼 请师叔赏面收下 七长发泄了一声 便叫女儿收来 七方拿到房中 打开包袱 见是一件紧断面羊皮袍子 一只汗玉腕拙 一顶毡帽 一件黑泥马瓜 七方捧了出来 笑嘻嘻地叫道 爹 爹 你从来没穿过这么神奇的衣衫 穿了起来哪还像个庄家人 这可不是发了财 做了官吗 七长发一看 也不禁撑住了 隔了好一会儿 才扭扭腻腻地倒 呃 呵呵 万师哥 这个 呵呵 真是的 狄云到前村 去打了三斤白酒 七方杀了一只斐鸡 摘了园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 满满煮了一大盘 另有一大碗红辣椒 浸在盐水之中 四人团团一桌坐着吃饭 西上七长发问起来意 不原说道 师父说 根师叔十多年不见 好生计划 早就想到湖南来探访 只是 师父他老人家 每日里要练连绳剑法 没法走动 七长发正端起酒碗 放在唇边 将刚喝尽嘴的一口酒拖回碗里 忙问 什么 你师父在练连绳剑法 不原神情很是得意 道 上个月初五 师父已把连绳剑法练成了 七长发更是一惊 将酒碗重重往桌上一发 小半碗酒都泼了出来 见得桌上和胸前一进都是酒水 他呆里人 突然哈哈大笑 伸手在捕云的尖头重重一拍 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太怕的 好小子 你师父从小就爱吹牛 这连绳剑法 连你师族都没练成 你师父的玩意 又不见得怎么高明 别来骗你师叔了 喝酒 喝酒 说着 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 左手抓了一种红辣椒大嚼起来 不圆脸上 却没丝毫笑意 说道 师父知道 师叔定是不信 下月十六 是师父他老人家五十岁首臣 请师叔带同师哥师妹 同去江陵喝杯水酒 师父命晚辈专程前来相邀 无论如何要请师叔光临 师父说道 他的连绳剑法 只怕还有练得不到之处 要跟师叔一起来琢磨琢磨 他好改正 师父常说 师叔剑法了得 师父他是大大不如啊 我们师兄弟如得师叔持点几招 大伙一定大有敬意 七场八道 你那 严二师叔 已去请过了吗 不原道 严二师叔行纵无定 师父曾派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三位 分别到河北 江南 云贵三处巡房 去了三个多月 回来都说找不到严达聘师叔 七师叔可曾听到严师叔的讯息吧 七长发叹了口气 说道 唉 我们师兄弟三人之中 二十个武功最强 若说是他练成了连城剑法 我倒还有三分相信 你师父马 比我当然强得多 哈哈哈哈 但说已练成这套剑法 我真不信 对不住 哈哈哈哈 我不信 他左手抓住酒壶 满满倒了一碗酒 右手拿着酒碗 却不便喝 忽然大声道 好 下月十六 下月十六 我准到江陵给你师父拜授 倒要瞧瞧他的连城剑法是怎么练成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 又有半碗酒泼了出来 建的桌上 一斤上都是酒水 爹爹 你把大黄拿去卖了 来年咱们耕天怎么办呢 来年到来年再说 哪管的这许多 爹爹 咱们在这不好好的吗 到江陵去干什么 万师伯做什么生日 他做他的 管我们什么事 卖了大黄做盘缠 我说犯不着 爹爹答应了不愿的 一定要去 大丈夫一言计出 怎能反悔啊 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见世面 别一辈子做乡下人 做乡下人有什么不好 我不要见什么世面 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 我带着他去吃草 带着他回家 爹爹 你瞧瞧大黄再流眼泪呢 他不肯去 傻姑娘 牛是畜生 知道什么 快放开手 我绝不放手 人家买了大黄去 要带来吃的 我无论如何不舍的 不会再的 人家买了去羹田 昨天王图户来跟你说什么 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 你骗我 你骗我 你瞧 大黄在流眼泪 大黄 大黄 我不放你去 云哥 云哥 快来 爹爹要卖了大黄 阿方 爹爹也舍不得大黄啊 可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摆寿 那成吗 咱们三个 半身破破烂烂的 总得逢三套新衣 免得让人家看清了 万师伯 不是送你新衣新帽吗 穿起来挺神气的 唉 天气这么热 老羊皮袍子 怎么背得上身呢 再说 你师伯夸口说 练成了连成剑法 我就是不信 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 乖孩子 快放开了手 大黄 人家要宰你 你就用脚撞他 自己逃回来 不 人家会追来的 你逃到远远的 逃到山里 七方跟大黄一起流眼泪 紧紧抱住了黄牛的脖子 不肯松手 半个月之后 七长发 带通图尔迪云 女儿七方 来到了江陵 三人都穿了新衣 出来大城 徒头徒脑 都有点心虚胆怯 手足无措 打听五云手 万振山的住处 托远说道 万老英雄那家还有问吗 那边最大的屋子便是了 狄云和七方 一走到万家大宅之前 瞧见那高墙珠门 挂灯极彩的气派 心中都暗自嘀咕 七方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 七长发正在向门宫询问 忽见捕员从门里出来 心中一喜 叫道 不先知 我来了 不远 芒营将出来 喜 道 七师说道了 狄师哥好 七师妹好 你们正好在师父生日的正日赶到 师父这几天老实说 七师弟怎么还不到啊 请吧 七长发等三人走进大门 苦乐手 吹起迎宾的乐曲 唢呐突响 迪云吃了一惊 大厅上 一个身形魁梧的老者 正在和众兵可周旋 七长发叫道 大师哥 我来了 那老者一睁 似乎认不出他 呆里呆 这才满脸笑容地抢江出来 呵呵笑道 老三 你可老得很了 我几乎不认得你了 师兄弟正要拉手续旧 忽然鼻中闻到一股奇臭 接着 听得一个破罗式的声音喝道 万镇山 你十年前欠了我一两银子 今日该还了吧 七长发一转头 只见听口一人提起织木桶 双手一扬 满桶分水即向他和万镇山二人泼江过来 七长发眼见女儿和徒弟站在身后 自己躺着侧身闪逼 这一桶分水使须兜头泼在女儿身上 他硬变起锁 双手抓住长袍 运进一绷 啪啪啪啪 一阵迅速轻响 扣子绷断 左手抓住一斤 向外一绷 长袍已然离身 那进贯出 一进长袍 变如船翻古风 将破来的粪水进行兜在其中 他顺手一送 兜满粪水的长袍 向来人急飞过去 那人织出粪桶 便急悦他一旁 啪啪啪啪啪啦 粪桶和长袍心后着地 满厅臭气弥漫 只见那人 满腮求然 身形魁梧 威风凛凛地站在当地 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万镇山 兄弟千里迢迢地来给你祝寿 少了礼物 送上黄金万粮 恭喜你金玉满堂啊 万镇山的八名弟子 见此人如此前来捣乱 将一座灯竹辉煌的寿堂弄得污秽不堪 无不大怒 八个人一拥而上 要揪住他 打个半死 万镇山鹤道 都给我站住了 八名弟子当即挺步 二弟子周琪向那大汉破口大骂 创你奶奶的熊 你是什么东西啊 今天是万老爷的好日子 去来搅局 不揍你个好日子 你王王高子 也不知道五云守万家的厉害 万镇山已认出 这求然汉子的来历 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倒是谁 原来是太行山旅大寨主到了 旅大寨主这几年发了大财呀 家里堆满了黄金万两使不完 随身还带着这许多 众兵可听到 太行山旅大寨主这七个字 许多人纷纷交投计论的议论 原来是太行山的吕通 不知他如何跟万老爷子结下了梁子呀 这吕通是北吴省中黑道上极厉害的人物啊 一手六合刀六合拳 黄河南北 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哈哈哈哈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啊 今日有一番热闹乔的啦 吕通冷笑一声 说道 哈哈 十年之前 我兄弟在太原府作案 暗中有人通风报信 坏了我们的买卖 那也不打击 却累得我兄弟吕威 坏在鹰爪子手里 死于非命 直到三年之前 才查到原来是你万振 身着狗贼干的好事 这件事 你说怎么了解 万振山道 不错 那是我姓万的通风报讯 在江湖上吃饭 做没本钱买卖 那也没什么 可是你兄弟吕威 强奸人家黄花闺女 连坏四条人命 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我姓万的遇上了 可不能不管 众人一听 都大声叫嚷起来 这种恶事也干 不知羞耻 最强动 帮了他起来送官 才华大道 竟敢到荆州府来撒野 李通突然一个箭步 从庭院中窜到厅前 横过手臂 便向营柱上踢了过去 连击树下 再转身以背脊在柱上猛力撞去 只听得咯啦啦一声响 一条顽口粗细的营柱 等是从中断折 乌瓦纷纷跺下 院中厅前 一片烟雾弥漫 许多人逃出了厅外 众人见他露了这手铁壁弓和铁背弓 无不理然 君想 若是身上给他手臂这么横扫一击 哪里还有命在呀 李通反身跃回庭院 大声叫道 冠阵山 你如当真是狭义道 明刀明香地出来打抱不平 我倒佩服 你是条好汉 为什么偷偷地去向官府通风报信 又为什么吞没了我兄弟已经到手了的六千两银子 他妈的 你卑鄙无耻 有种的就来拼个死活 万阵山冷笑道 吕 大寨主 十年不见 你功夫果然大大长进了 只可惜 私你这等人物 武功越强 害人越多 幸万的年纪虽老 只得来领教领教 说着 缓步而出 忽然间 人从中窜出一个粗眉大意的少年 巧眉声地骑进身去 双臂一番 以勾住李通的两条手臂 大声叫道 你弄脏了我师父的新衣服 快快赔来 正是七长发的弟子 狄云 李通双臂礼阵 要将这少年挣开 不了 手臂给狄云死命勾住了 没法挣脱 李通这铁毕宫 须得横扫之期方能发挥威力 能不妨给他勾住了 闭上尽力使不出来 他大怒之下 有膝停举 撞正迪云小腹 贺道 快放手 迪云痴痛 碧里松了 李通一招 风云乍起 挣脱了他双臂 挥拳呼地击出 正是六合拳中的一招 孤龙探海 迪云击寸让开 叫道 我不跟你打架 我师父借件新袍子 花了三两鱼子缝的 咱们卖了大姑娘大黄 才缝了三套衣服 今儿第一次上身 李通怒道 愣小子 胡说八道什么 迪云冲上三步 叫道 你快陪来 他是农家子弟 最爱惜物理 眼见师父卖取了心爱的大姑娘 缝了三套新衣 第一次穿出来 便让人给糟蹋了 叫他如何不深感痛惜 万阵山倒 迪贤之退下 你师父的袍子 由我来陪便是 迪云道 要他陪 他要是走了 扭不认账 那便糟了 说着 又去扭吕通的一斤 吕通一闪 砰的一拳 击在迪云胸口 直打的他 身子连晃 险心摔倒 万阵山喝倒 迪贤之退下 语气一颇严峻 迪云黄了双眼 喝倒 你不陪一副还打人 不将礼吗 李通笑道 我打你这浑小子便怎样 迪云道 我也打你 缩身退错 左掌斜屁 右掌 已从左掌等穿出 李通使招打虎式 左腿须坐 右拳飞击出去 两人这一搭上手 杀石之间拆了十余招 迪云自幼跟着七长发练舞 与师妹七方过招比键 从没一天见断 所学拳术虽不如何了得 却甚是熟练 李通 是尽忠大盗 黑道上的成名人物 一时之间 竟已打他不倒 几次要使铁毕宫 都给他拐脚避开 在他肩头打中了两拳 迪云肉厚骨壮 也没受伤 七长发这次到江陵来 竹只是要瞧瞧 师兄万振山 是不是真的练成了临城剑法 恰巧由李通前来寻仇 正好让他当真一显身手 偏偏自己这蠢徒弟不识好歹 强要出头 不由地心下招脑 再拆树招 李通骄造起来 突然间拳法一变 自六合拳 变为赤抠连拳 这套拳法 已是六合拳中一路 这是 杂一猴拳 讲究 搂 搂 搪 疯 踢 弹 扫 挂 又加上 猫窜 狗闪 吐滚 鹰番 松子铃 戏胸巧 钥子翻身 舵子脚巴士 事中讨事 变幻多端 狄云没见过这路拳法 心中慌了 左腿上 几连给他踹了两脚 万振山瞧出 他不是敌手 喝道 狄贤之退下 你打他不过 狄云叫道 打不过也要打 砰的声 胸口又让李通打了一拳 七方在旁瞧着 一直被师哥担心 这时忍不住也叫 师哥 不用打了 让万师伯打发他 但狄云双臂直上直下 不顾性命的前冲 不住妖狂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砰的声 鼻子又中了一拳 当时鲜血淋漓 万日山皱起了眉头 向七肠发道 师弟 他不听我话 你叫他下来吧 七肠发 哼了一声 道 让他吃点苦头 待会儿让我来逗逗这彩花大盗 便在此时 他门外走进一个蓬头垢密的老乞丐 左手 左手拿着这破碗 右手煮鸡跟煮棒 嘶哑着嗓子叫道 老爷今天做喜事 施舍叫花子一碗冷饭 众人都全身贯注的 瞧着驴通与敌云的打斗 谁也没有理会 拿起盖声音叫唤 哎哟 饿死了 饿死了 突然 坐足踩在地下的粪便之中 脚下一滑 腹身摔僵下来 打叫一声 哎哟 跌死了 手中的破碗和竹棒同时摔出 说也真巧 那破碗正好只在驴通后背 置堂穴上 竹棒一端 去到驴通西弯的曲群穴中一碰 驴通膝肩一软 坐足跪倒 同时全身酸麻 似乎突然虚脱 迪云双拳齐出 砰砰两声 将驴通庞大的身子打得飞了起来 啪的一声 臭水似箭 正摔在他携来的粪便之中 这一下变故 人人打出意料之外 只见驴通狼狈万壮地爬起身来 抱头鼠窜而出 众贺客哈哈大笑 鸡声呼喝 拿住他 哼 拿住他 别让这贼子跑了 别让这贼子跑了 迪云悟自大叫 陪我师父的袍子 但又赶出 突厥左臂为人握住 动胆不得 侧头看时正是师父 气场发道 你侥幸得胜 还吹什么 气风抽出手帕 给迪云擦去 裂上鲜血 迪云已低头 见自己新山的衣巾上 点点滴滴的都是鲜血 不禁大吉 道 糟糕 糟糕 我 我这件新衣 也弄脏了 指尖的老乞丐 盘山着走出大门 喃喃自语 哎 饭没掏着 饭陪了一只饭碗 迪云知道 事才取胜 全靠着老乞丐 碰巧一跌 从怀里掏出 二十枚塔钱 那是师父给他 来城里零花的 追出去 塞在他的手里 拿老乞丐 铃声道 多谢 多谢啊 当晚 万智山大张言席 宽待前来贺首的贺客 他是荆州大绅士 这日贺客迎门 寿堂中选了 荆州府林之府 江陵县上之县送的寿账 金光闪闪 毫不疯狂 席上 则是人人谈论 日间这件趣事 大家都说 敌云浮起好 眼见不敌 刚好这老乞丐 进来摔了一跤 扰乱 吕通心神 大家也不免 称赞 敌云小小年纪 居然 有这等胆识 和这黑道上的 成名人物 缠斗到数十招 一极不容易 自然也有言说 这是寿心宫 鸿浮起天 否则 哪有这么巧 老乞丐 摔个仰八叉 竟然就此 推了强敌 倘若万镇山 自己出手 当然 两三下 便打发了这恶客 不过 要劳动寿心宫 大家 便不这么有趣了 众兵客 占美称赞迪云 万镇山手下的八名弟子 均敢脸上黯然无光 这吕通 本是冲着万镇山而来 万门弟子不出手 却让师叔一个 呆头呆脑的乡下弟子 强出头 打退了敌人 八名弟子 各个心中气愤 可又不便发作 万镇山亲自进过九号 大弟子鲁坤 二弟子周琪 三弟子万归 四弟子孙君 五弟子补元 六弟子吴侃 七弟子风坦 八弟子沈城 以兮兮过来敬酒 万门八弟子 都以土字旁为名 其中 第三弟子万归 是万镇山的独子 他长身欲力 敬行威贱受剧 郡美潇洒 倒像个富家公子 不死大师兄鲁坤 二师兄周琪 那么揪揪昂 八人 向来宾中有功名的进士 巨人 武林尊长 敬过了酒 敬了师叔 七尝发一杯 便向迪云敬酒 万归说道 今日迪师兄 给家父 称了好大面子 我们师兄弟八人 每个 都非敬迪师兄 一大杯不可 迪云速来 不会喝酒 双手乱摇 说道 我不会喝 我不会喝 万归道 日间家父连叫三次 要迪师兄退下 迪师兄置之不理 把家父的话 当做耳边封一般 我们此刻敬酒 迪师兄又是不喝 那把我们荆州万家 可忒也小看了 迪云恶人道 我 我没有啊 七尝发听得 万归的语气不对 说道 月儿 你喝了酒 迪云道 我 我不会喝酒啊 七尝发沉声道 喝了 迪云无奈 只得接过每人一杯 连喝了八杯 当时满脸通红 海中汪汪作响 脑子糊涂一团 七方跟他说话 他也不知如何回答 这一晚 迪云睡上了床 迪云睡上了床 心头 卧子迷糊 只敢胸肩 肩头 腿伤 给吕通拳打脚踢过之处 都热辣辣的疼痛 半夜里 睡梦中听得 窗上有人 身指弹机 有人不住叫唤 迪师兄 迪云 迪云 迪云一惊而醒 问道 是谁 窗外那人说道 小弟万归 有事想上 请迪师兄出来 迪云一呆 下的床来 劈穿鞋 推开窗子 只见窗外 万门弟子八人 椅子排开 每人手中 都持长剑 迪云起道 叫我干什么 万归道 咱们要领教领教 迪师兄的剑招 迪云摇头道 师父吩咐过的 不可跟万师伯门下的 师兄们 比试武艺 万归冷笑道 哈哈 原来七师叔 倒有自知之明 迪云怒道 什么自知之明 突然间 吱吱吱三声 万归隔窗 向他连刺三剑 头两剑剑刃 在他脸颊并掠过 相差不过寸许 第三剑刃划上他脸颊 当时划出一道血痕 迪云只砍 脸颊上刺痛 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伸手摸去 满手是血 急忙倒退 左脚在凳上板了 险些跌倒 甚是狼狈 万门八弟子纵声大笑 迪云打怒 反身抽出枕头底下长剑 跃出窗去 借万门八弟子 人人脸色不善 不禁暗自嘀咕 虽是有气 但念及师父 曾一再叮嘱 千万不可 和师伯门人失和 说道 你们要怎样 万规常见虚击 在空中嗡嗡作响 说道 迪师兄 你今日逞强出头 直到我荆州万家门中 人人都死光了 是不是 还是说 我万家门中 没一个挤得上 你迪大哥的身手 迪云摇头道 那人弄脏了我师父的衣服 我自然要他呗 这关你什么事 万规冷冷的道 哼 你在中卫宾客之前 成名里万 露了好大的脸 却将我师兄弟八人 全闹得灰头土脸 别说再到江湖上混 便是这荆州城中 我们师兄弟 也没立足之地了 你今日的所作所为 不也太过分了吗 迪云恶人道 我 我不知道啊 万门大弟子 鲁昆道 三师弟 这小子装蒜 干他多说什么 神量他一下子 万规常见地出 指向迪云走迁 迪云时的这一剑 乃是虚招 身形不动 一部身剑挡架 万规携剑收回 给他石破剑招 更是找到 说道 好啊 你不屑和我动手 迪云道 师父吩咐过他 千万不可跟师伯的 门人比试 突然间痴地声 万规常见自出 在他右手衣袖上 划破了一条长缝 迪云对这件新衣 甚是宝爱 平白无端地 给他刺破 再也忍耐不住 喝道 你刺破衣服 绣你赔 万规朗朗一笑 挺剑 又自向他左秀 迪云回剑挟削 当地声 隔开来剑 成事还击 两人这一交上手 编辑越到越快 两人所学剑法 一脉相承 都到十余招后 迪云醒发 一剑剑竟往万规 要害处刺去 周奇叫道 嘿 这小子当真 要人性命吗 三师弟 手下别容情了 迪云一惊 暗响 我说一个尸首 真的自伤了他 那可不好 手上攻势登环 万规还道他 剑法不及自己 剑招明明不绝 来势灵力 迪云连连倒退 喝道 我又不跟你针塔 你干什么了 万规道 干什么 要刺你几个 套明空了 吃底一剑 他中攻只刺 迪云斜身闪左 剑他右肩露出破绽 长剑倒翻上去 这一剑若是直销 万规肩头 非受重伤不可 迪云手腕略翻 剑刃平转 啪的一声 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他知道 这一来胜负已分 万规该当知难而退 他平日和师妹比剑 一到这个地步 便机把手 不了 万规俊脸张红 挺剑之刺 迪云猝不及防 左腿上一阵剧痛 已然中剑 陆坤 周琪等拍手欢呼 说道 哈哈哈哈 小子 躺下吧 忍输便饶了你 哈哈 七十书调教出来的 香把了门徒 原不过 是这几下三脚猫吧 是 迪云腿上中剑后 本以大怒 听这些人出言辱吉师傅 更加怒发如狂 一咬牙 常见如疾风 咒语般攻了过去 万规 见对方视如风虎 不禁心有惬意 他自幼娇生惯养 剑法虽练得不错 这般拼命的恶斗 究竟从未经历过 心中一怕 剑招变剑散乱 不云剑三师兄 堪堪要败 拾起块砖头 用力投向迪云后心 迪云全身贯注地 在和万规斗剑 呼上剑 背心上一痛 给砖头重重置重 他回头骂道 不要脸 两个打一个吗 不云道 什么 你说什么 迪云心道 今日你们便是八人齐上 我也不能丢了师父的脸面 不顾腿上和背心疼痛 一剑剑向万规刺去 愤怒之下 早忘了师父的嘱咐 这时 他见招意不成章法 破绽百出 但漏洞虽多 气势却生 万规狼狈闪架 也不敢进攻 不云向六师弟吴侃 使个眼色 说道 三师兄剑法高明 这小子招架不住 倘若伤他性命 其实住脸上虚不好看 咱俩上前 劣劣认吧 吴侃会议 点头道 不错 咱哥俩 留点神 别让三师兄 见下伤人 两人一左一右 锁锁两剑 期望迪云 累下此去 迪云的剑法 本来也没比万规 高明多少 权杖一股 作气的猛攻 这才占得了上方 不远和吴侃上前 以加攻 他以一敌三 等时手忙足乱 刷底生 左腿上 又以中剑 这一剑 伤得不轻 他再也站立不定 一跤坐倒 手上长剑 却并不甩脱 扔不住 挡阁三人 自来的剑招 鲁坤冷哼一声 向上来 又走飞出 踢住他手腕 迪云拿捏不住 长剑脱手飞出 跌入树丛 万规长剑之初 剑间 抵住他咽喉 不远和吴侃 哈哈一笑 月后退开 万规得意洋洋地笑道 哈哈哈哈 乡下老 服了吗 迪云喝道 服你个屁 你们四个打我一个 算什么好汉 万规剑间 微微前送 陷入他咽喉的 软肉树粉 喝道 哼 你还敢嘴硬 我再使一点力 力时割断了你的喉管 迪云骂道 你使力啊 你有种 便割断喉管 不使力的是乌龟王八蛋 万规目露凶光 左足几出 在他肚子上 重重踢了一脚 骂道 臭贼 你嘴巴还硬不硬 这一脚 只踢得迪云五丧六腑 犹如倒爪力斑 现现身吟出声 他咬牙 他咬牙强子忍住 骂道 臭杂种 王八蛋 万规又是一脚 这一次 踢在他面门鼻梁 迪云淡觉的眼前 金星乱冒 急于晕去 欲带张口再骂 却骂不出声来 万规冷笑道 今日便饶饶了你 你快向师父师妹哭诉去 说我们人多势众打了你了 料你这浓包货 定要去哭哭啼啼 迪云怒道 哭诉什么 大丈夫报仇 只自己个动手 万规正要他说这句话 更急他道 哼 给你脸上留些忌认 好叫你师父开口来问 说着 在他左眼右脸 重重的个剃脚 迪云灯时半边脸肿了起来 左眼泪水模糊 不愿拍手笑道 哈哈哈哈 大丈夫哭了 英雄变狗熊了 迪云气得 肚子真要炸了开来 心想 你到我师父家里来 我好好地招待你 买酒 杀鸡 哪一点对你不起 此刻却如此损我 万规道 你打不过我 不妨去向我爹爹哭诉 要我爹爹骂我 带你出了几口鸟气 哦 万师伯 你的八个弟子 打得我爬在地下 痛哭求饶 嗯 万师伯 你不主持公道吗 地云灯 哼 你这种没骨头的胚子 才向大人哭诉 万规和鲁坤捕员 相视一笑 心想 近日的闷气已出 当即回箭入敲 说道 哈哈 好小子 你有种的明天再来打过 少爷可要失陪了 八个人 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 迪云瞧着这八人背影 心中又气脑 又不解 自存 我既没得罪他们 更没得罪他们师父 为什么平白无端地来打尾盾 难道城里人 都这般蛮不讲理吗 勉强支撑着站起身来 头脑一晕 又坐倒在地 乌丁的身后一人 嗨声叹气地说道 哎 打不过人家 就该磕头求饶啊 哈哈哈哈 这么白白地挨了一顿奏 这不冤吗 迪云怒道 宁可给人家打死 也不磕头 回过头来 指这一人 攻身取背 拖着鞋皮 慢吞吞地走来 但见他 旁逃狗面 便是日间所见的 那个乞丐 那老丐头 哎 人老了 背上风势 都得厉害 小伙子 你给我背上锤锤 迪云正一肚子火 哼了一声 没去理会 那老丐叹道 哎 谁叫我绝子绝孙 人到老来 没个亲人照顾 哎哟 哎哟 撑着竹棒 一步步地走远 迪云间的老丐 背影颤抖得厉害 自己刚给人狠狠打 理论 不由得起了铜饼相连之心 叫道 喂 我这里还有几十分钱 你拿去买馒头吃吧 那老丐一步步地挨了回来 借过铜钱 说道 我背上锤锤铜的厉害 你给我锤锤 迪云道 好 我包了腿上的伤口再说 那老丐道 你就只顾自己 不顾人家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迪云给他一击 便道 好 我给你锤 坐倒在地 伸拳给他吹背 吹的两拳 拿老丐道 好舒服 再用力一些 迪云加重尽力 拿老丐道 可惜力道太轻 迪云又加重了些 老丐道 哎 不中硬的小伙子呀 爱了一段奏 便死亚活气 连给老人锤背的力道 也没有了 这种人活在世上 有什么用啊 迪云怒道 我一时力气 只怕打断你的老骨头 老丐笑道 哈哈哈哈 你要是打得断我的老骨头 哎哟 就不会躺在地下 又给人踢 又给人家揍了 迪云打怒 手上加力 那老丐道 嗯 这样才有些意思 不过 还是太轻 迪云怂的一拳 势进击出 老该笑道 哈哈哈哈 太轻 太轻 不管哟 迪云道 老头 你别开玩笑 我可不想打伤你 那老该冷笑道 哈哈哈哈 凭你 也打得伤我 你始足全力 打我一拳试试 迪云又必运进 但要挥拳了 往他背上击去 月光响 见到他老台龙珠的模样 心中一转 放松了尽力 说道 谁来跟你办见识 轻轻在他背上 垂了一下 突然之间 直觉腰间 给人一拖一摔 身子便如 唐云架五般 飞了起来 砰的一声 摔入草丛之中 只跌得头晕眼花 老半天才爬起身 他慢慢挣扎着站起 并不发怒 只是说不出的惊奇 睁睁地瞧着老盖 问道 是你 是你摔我的吗 那老盖道 这里还有别人没有 不是我还有谁 迪云道 你有什么法子摔我的 那老盖道 举头望明月 低头 撕骨香 迪云起道 这是师父教我的剑法呀 你 你怎知道 那老盖道 全招剑法 都是一样 再说 你师父也没教对 迪云怒道 迪云怒道 我师父教的怎么不对了 听你这老教花 你敢说我师父的不是 那老盖道 要是你师父教的对了 为什么你打不过人家 迪云道 他们三四个打我一个 我自然打不过 若是一个对一个 你瞧我说不说 那老盖笑道 打架嘛 讲什么一个对一个 你要单打独斗 人家不干 那怎么办呢 要不是跪下磕头 就得任命挨打 一个人打得赢十个八个 那才是好汉子 迪云心想 这话倒也不错 说道 他们是我师伯的弟子 剑法跟我差不多 我一个 怎斗得过他们八个呢 那老盖道 我教你几手功夫 让你一个 打赢他们八个 你学不学 迪云大喜 道 我学 我学 但转念一想 世上未必有这种版领 孩儿这年纪老迈的乞丐 更加不似身上有上乘武功之人 正在躊躇不定 忽然被心给人一抓 身子又飞了起来 这次 在空中身不由主的 连翻了两个筋斗 飞得高 落下来时 跌得更重 手臂在地下一撑 关节险些扯断 爬起身来时 痛得话也说不出来 心中 却欢喜无比 教导 老 老伯伯 我 我跟你学 那老盖道 我今天教你几招 明儿晚上 你再跟他们到这里来打过 你敢不敢 你武功虽高 我的一天之内又如何学得会呢 单想到 要跟万规 鲁坤这干人再打 不由得豪气薄发 我敢 最多再挨顿奏 没什么大不了 那老盖 左手输出 抓住他 好警 将他重重往地上一致 骂道 臭小子 我既教了你武功 你怎么 还会挨 他们的揍 你信不过我吗 迪云给他抓住好警 遍及处理挣扎 但学到遭拿 使不出半点力道 虽摔得渗透 却只有更加欢喜 忙道 对 对 是我说错了 请你老人家快教吧 那老盖道 你把学过的剑法 使给我瞧 一面使 一面念剑招的名称 迪云应道 是 剑腿上伤处不断流血 便草草裹好伤口 到树丛中 找回自己长剑 依着师父所受 一招招的使动 口中念着剑招名称 到后来越使越顺 嘴里也越念 越快 他正练到憨处 忽听了老乞丐 哈哈大笑 不禁恶人收剑 问道 我练得不对吗 那老盖不达 物资捧住肚子 笑弯了腰 站不住身子 迪云微有怒意 道 就算我练得不对 也没什么好笑 那老盖突然只笑 叹道 哎 七长发呀 七长发 你这一番狠劲 当真了得 摇了头 道 把剑给我 滴云道掌剑柄 跌了过去 那老盖机构 长剑 轻轻念叨 孤红海上来 池黄不敢顾 将长剑捂了开来 他一剑在手 煞食之间 便如换了一个人一般 身经沉稳 见势飘逸 哪里还是食材 那般隆中猥琐 迪云看了几招 忽悠所悟 说道 哎 老伯 日理我跟那吕通相斗 是你故意吃那饭碗 帮我的吗 那老盖怒道 那还用说 六合手 吕通的武功 比你傻小子强得太多 凭你接点道行 还能打发他了 他一面说 一面继续使剑 迪云听他所念口诀 和师父所授并无分别 只字音偶有差异 但剑招却大不相同 那老盖 左手捏个剑绝 右手长剑 抖然地处 猛得里剑交左手 右手反过来啪地声 重重打的他个耳光 迪云吓了一跳 胡着面颊怒道 你 你为什么打人 老盖笑道 哈哈哈哈 我教你剑招 你却在胡思乱想 这不该打吗 迪云心想 云是自己的不是 当即心平气和 说道 不错 是我不好 我瞧你说的招数 跟我师父一样 剑法可全然不同 觉得很奇怪 那老盖问道 是你师父教得好 还是我使得好啊 迪云心想明知 是那老盖使得好 嘴里却不肯认 摇头道 我不知道 老盖抛键环塔 道 咱们比划比划 迪云道 我本是跟你老人家 差得太远 比你不过 老盖冷笑道 傻小子 还没傻得到家 手中竹棒一抖 一帮作剑 向迪云刺来 迪云横剑挡阁 见老盖竹棒停止不前 当即震见反刺 哪知他剑尖之一抖动 老盖的竹棒 如灵蛇暴起 向前一探 一点中了他肩头 迪云心悦诚服 大叫 妙急 妙急 横剑前销 那老盖翻过竹棒 平靠他剑身 迪云运进反推 那老盖的竹棒 连转了几个圈子 将他尽力 全引到了相反方向 迪云拿捏不住 长剑脱手飞出 他一呆之下 说道 老婆 你的剑招真高 那老盖竹棒深处 打住空中落下的长剑 棒端如有胶水 竟将铁剑 连了回来 说道 你师父一身好武功 就只教了你这些吗 哈哈哈哈 稀奇 古怪 摇摇头又道 你门中这套 唐诗剑法 每一招 都是从一句 唐诗中 画出来的 迪云道 什么唐诗剑法 师父说是 唐诗剑法 既剑出去 敌人便躺下 变成了尸首 那老盖 黑黑笑了几声 说道 哈哈哈哈 是唐诗 不是唐诗 你师父跟你说 是唐诗吗 可笑 可笑 这两招 孤红海上来 池黄不敢顾 是说一只 孤孤单单的红鸟 从海上飞来 见到陆地上的 小小池爪并不栖息 瞧也不去瞧他 这两句诗 是唐朝的宰相 张九龄做的 他比你自己身份清高 不许跟人 争权夺利 将之化为剑法 顾盘之际 要有一股 飘逸自豪的气息 他所谓不敢顾 是不懈 瞧他一眼的意思 哈哈哈哈 你师父 却教你独作什么 歌翁喊上来 是横不敢过 结果 前一句变成 大声疾呼 后一句 成为畏首畏尾 剑法的原意 是荡然无存了 你师父 当真了不起 铁索横江 教徒弟 这样教法 厉害 厉害 说着连连冷笑 迪云蒸蒸地听着 听着他话中咬文嚼字 虽然不大懂 却也知他说得很对 迪云向来敬爱师父 听他将师父说得 一无是处 到后来 更肆意激愁 心想难过 呼地转身 说道 我要去睡了 不学了 那老盖起道 哦 为什么 我说得不对吗 迪云道 你或许说得很对 但你说我师父的博士 我宁可不学 我师父是庄家人 不识字 或者当真 不懂你说的那一套 那老该笑道 你师父不识字 这可奇了 迪云气愤 混混的道 庄家人不识字 有什么好笑 那老该哈哈一笑 伸手扶他头顶 道 很好 很好 你这小子心底厚道 我就是喜欢你居中原 我向你认错 从此不再说你师父 半句不是 行不行 迪云转怒为喜 笑道 你只要不编排我师父 我向你磕头 说着 跪倒在地 咚咚咚的 磕了几个响头 拿老盖笑盈盈的 收了他这几拜 随即解释见招 如何 呼听潘金峰 临山若不逃 其实是 府听闻金峰 临山若不逃 如何 老尼昭大姐 马铭封晓晓 乃是 落日赵大吉 马铭封晓晓 在湘西椭音中 这尼子和日子 却也差不多 那老盖言语之中 当真再也不提七长发半句 但是纠正迪云剑法中的措施 那老盖道 你剑法中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 一时也说不完 我教你三招功夫 明儿你再跟那八个不成奇的小子打过 用心记住了 迪云精神一振 雄心乔的老盖使竹棒比划 第一招时 刺监事 迪云若一位防守 那就永远刺他不找 但他只削一出招相攻 破绽便落 历时便可后发先至 刺中他尖头 第二招 耳光时 便是那老乞丐 是台剑交左手 右手反打他耳光的这一招 这一招 古怪无比 就算敌人明知 自己要剑交左手 反手打他耳光 但闪左打左 闪右打右 越闪避越打得重 第三招时 确件事 势才老盖 用竹棒令他常见脱手 便是这一招 这三几招时 那老盖都藏在迪云身上用过 本来各有一个典雅的唐师名称 但那老盖知道 他西瓜大的字 食不上几蛋 叫他师子徒卵心神 于是改用了三个一听便懂的名称 迪云并不如何聪明 性子却极坚毅 这三招足足学了一个多时辰 方式传熟 那老盖笑道 好了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今晚 我教你剑法之事 不得跟谁说起 连你师父和师妹也不能说 否则 迪云竟是如赋 对这位娇憨美貌的师妹 又思念已久 说有什么事 要瞒住师父师妹 那可比什么都难 一时愁愁不达 那老盖探头 唉 此中缘由 一时不必细说 你若泄露了今晚之事 我性命难保 定要死在 五云守万阵山的间谍 迪云去礼京 其道 老伯伯 你武功这么高强 怎会怕我师伯呢 那老盖不达 扬长扁去 说道 你是否有心害我 那全瞧你自己了 迪云忙追了上去 说道 我多谢老伯伯还来不及 怎会害你性命呢 我要是泄露一字半句 叫我天主地灭 那老盖点点头 叹了口气 足不停步地走 来 迪云呆了一阵 忽然想起 没问那老盖的姓名 叫道 老伯伯 老伯伯 但那老盖 没入树丛之中 已踪影不见了 次日清晨 七长发 见迪云目睛鼻肿 好生奇怪 问道 跟谁打架了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迪云博善说谎 知误难答 七方笑道 还不是昨天 给那个什么 大道理通打的吗 七长发 他绝对想不到 昨晚之事 也不再问 七方拉了拉迪云的遗金 两人从边门出去 来到一口井边 见四下无人 便在井栏圈上坐了下来 七方问道 师哥 你昨晚跟谁打架了 迪云 灭如伟达 七方道 你不用瞒我 昨天你和旅通相斗 他一拳一脚 打在你身上什么地方 我全瞧得清清楚楚 他可没打中你眼睛 迪云了之瞒他不过 心想 我只要不说那老伯伯的事 就不要紧 于是将万门八弟子 如何半夜里前来寻衅 如何比见 如何落败受辱的事 一一都说了 七方越听越怒 一张俏脸仗的通红 气愤愤的道 他们八个人打你一个 算什么好汉 迪云道 道不是八个人一起出手 是三四个打我一个 七方怒道 哼 他们三四个连手打你 已经赢了 其余的就不必动手 倘若三四个打不过 还不是五六个 七八个一起下场吗 迪云点头道 嗯 那多半会这样 七方豁得站起 道 咱们跟爹爹说去 叫万针山拼拼一个离开 他上楼之下 连万师伯也不成了 竟直呼其名 迪云猛道 不 我打家打书了 向师父诉苦 那不是叫人瞧不起吗 昨晚 万门八弟子临走时 那套说话 叫他去向师父 师伯诉苦 原是意在 记得他不好意思 去向七长发 万针山投诉 迪云果然堕入他们技中 七方亨利声 见他衣衫破损甚多 心中痛惜 从怀中取出针线包 就他的身上缝补 他头发 擦在迪云下巴 迪云直觉痒痒的 笔中闻到 他少女的淡淡肌肤之香 不由得心神荡漾 迪云道 师妹 七方道 空心菜 别说话 别让人冤枉你做贼 江南三象一带 民间迷信 穿着衣衫让人防补 或钉坠扭扣子时 若说了话 就会给人冤来偷东西 空心菜 却是七方 给迪云起的绰号 笑他直度直长 没半点鸡心 这日晚间 万振山的厅上 设了严席 宴请师弟 八个门下弟子 在下手相陪 十二人团团 做了一张圆桌 九过三巡 万振山见迪云 嘴唇高高冲起 饮食不便 说道 狄贤 祖儿辛苦了你 来来来 多吃一点 家里只鸡腿 放在他蝶中 周其鼻中 突然哼了一声 七方早满度是火 这时再也忍耐不住 大声道 万师伯 我师哥这些伤 不是吕通打的 是你八位高徒 联手打的 万振山和七长发 同时吃礼金 棍道 什么 万门第八弟子 沈长年纪最小 却十分零压力 想着说道 狄师哥打赢了吕通 说师父你老人家 胆小怕事 不敢和吕通动手 全靠他狄师哥出马 才赶走了他 没让你老人家抽吵 我们气不过 万振山脸上变色 但随即笑道 是啊 这原是权杖狄先知 给我们挽回了颜面 沈长道 万师哥听他口出狂言 实在气不过 这才约提师哥笔剑 好像是万师哥占了签 低语怒道 你 你胡说八道 我 我几时 他本就不傻言辞 听着沈长撒谎污蔑 又急又怒之下 更加结结巴巴的 说不出话来 万振山道 怎么是归儿 像战了签呢 沈长道 昨晚万师哥和敌师哥怎么比见 我们都没瞧见 今天早晨 万师哥跟大家说起 好像是万师哥用一招 用一招 他转头 问万振道 万师哥 你用一招什么招数 送了敌师哥的 万振道 是长安一片月 万户倒一升 他二人一搭一搭 将八人联手之势 推了个一干二净 万振怎样送了敌云 旁人见都没见到 自然谈不上 联手相攻了 沈长不过十五六岁年纪 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谁都不信他会撒谎 万振山点了点头 道 哦 原来如此 气长发气的满脸通红 伸手一排桌子 喝道 云儿 我谦定万主 叫你不可和万师坊门下 众师兄伤了和气 怎得打起架来了 迪云听得连师父 也信了沈长的话 只气得浑身发抖 道 师父 我 我 我没有 气长发劈头劈脸 一剂耳光打了过去 喝道 做错了事 还有抵赖 迪云不敢闪逼 七长发这一掌打得好重 迪云脸颊本就轻重 当时重上架重 气放几套 爹 你也不问问清楚 迪云狂怒之下 牛脾气发作 突然纵身跳起 抢过放在身后 机上的长剑 把剑出鞘 跃得听心 叫道 师父 这万 万龟说打败了我 叫他的打打看 七长发大怒 喝道 你回不回来 离坐出去 又要挥拳欧鸡 七方一把拉住 叫道 爹爹 迪云大叫 你们八个人再来打我 有种的 就一起来 哪一个不来 便是乌龟儿子房 他急怒之下 口不择言 乱骂起来 没想到这句话 已骂到了万师婆 万镇山眉头一皱 说道 即使如此 你们需领教领教 狄师哥的剑法 也是好的 八民弟子 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 各人提起长剑 分战八方 将敌云 唯在该心 迪云大声叫道 昨晚上 是八个狗杂种 打我一人 今日 又是八个狗杂种 七长发喝道 云二 你胡说些什么 笔剑就笔剑 是比嘴上凌厉吗 万镇山听他 左一句王八蛋 右一句狗杂种 心下也动了真诺 这八人中的万归 是他亲生儿子 迪云如此乱骂 口口声声便是骂在他的头上 他见八个弟子 分战八方 依然有分禁合机之事 贺道 狄师兄瞧不起咱们 要一个到八个 难道咱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吗 大弟子鲁坤道 是 众位师弟退开 让我先领教狄师哥的高招 五弟子补元 最功心急 昨晚见到狄云与万归动手 这乡下狼武功不弱 这时情急拼命 大师兄未必能胜 如让他先赢得一仗 纵然再有人将他打败 一折了万门锐气 同门中 剑术 以四师兄孙军为敌 最好让孙军一上手 便将他打败 令他再也说嘴不得 便道 大师哥 是咱们同门表率 何必亲自出马呢 让四师哥教训教训他 也就是了 鲁坤一听 一鸣奇异 微笑道 好 四师弟 咱们瞧你的了 左手一挥 七人一起退开 只剩孙军一人 和敌云相对 孙军 沉默寡言 常常整天不说一句话 是已能潜心想学 剑法 在八同门中最强 他见师兄弟推起出马 唐吉常见一力 低头攻身 这一招叫做 万国养宗周 一冠拜免留 那是极具礼境的 棋手剑招 但当年七长发 向敌云输箭之时 却将这招的名称叫做 饭脚让宗臭 一官拜马猴 意思是说 我是好好的大米饭 你是一只臭粽子 外表上上你一下 恭敬你一下 我心里可得骂你 我是官 你是猴子 我拜你是官拜畜生 迪云见他施出这一招 心下更怒 当下也是长剑一力 低头攻身 还他一招 饭脚让宗臭 一官拜马猴 针锋相对 猴不示弱 他只这么一攻身 身子尚未站直 长剑剑间 已向孙君小父上刺了过去 万门群弟子 七声惊呼 孙君回剑挡阁 争地声 双剑相接 两人手臂上个是一妈 陆坤道 师父 你瞧这小子下手狠不狠 他简直是要孙师弟的命啊 万镇山心下 暗暗惊异 这乡下小子 干嘛如此奋机 一上来就是拼命 胆听得 争争争争争 数声联响 迪云和孙君 快剑相波 拆到十余招后 孙君长剑威胁 小腹间露出破绽 迪云一声大喝 挺剑直进 孙君回过长剑 已将他长剑压住 左手出掌 啪地声 正激在他胸口 碗门群弟子 七声喝彩 有人叫了起来 哼 一个也打不过 还吹大戏打八个妈 迪云身子退化 抽起长剑 犹如疾风咒语般 一阵猛攻 孙君挡着几招 发剑回宫 迪云突然间 长剑抖动 铺地声轻响 已刺入了孙君尖头 正是老盖所授的 刺监事 这一招刺监事突出起来 谁也料想不到 但见孙君尖头 鲜血长流 身子摇晃 碗门群弟子 齐声呼合 鲁坤和周琪 双剑齐出 向迪云攻了上去 迪云 长剑左一次 右一戳 扑扑两声 鲁坤和周琪 右肩分别重剑 手中长剑 先后落地 万振山缠着脸 叫了声 很好 万挥提进墙上 宁木怒等迪云 突然一声宝贺 嗖嗖嗖 连此三剑 迪云顺势挡开 剑角左手 右手反将过来 啪底声响 重重打了他一气耳光 这一招更加来得突然 万挥一睁之间 迪云一飞起左脚 踹他的胸口 万挥抵受不住 坐倒在地 不云抢上香符 迪云不让他走近 挺进自出 不云只得举荐招架 吴侃 冯坦 沈诚三人 见迪云如此凶猛 而万挥 坐在地下 一时站不及身 惊怒之下 各刀兵认为了上来 七长发双目瞪时 脸色茫然 肚子如何是好 七方叫道 爹爹 他们大伙打师哥一人 快救他呀 拔出腰间呗